新冠肺炎疫情新增了八百七十四例的本土确诊 创历史新高 这里面是以新北市的三百六十例最多 指挥中心也宣布 从即日起 逃整确诊患者的轻重症分流收治 医院只有收治年满七十岁 中重症 嫌疑透析的洗肾患者 还有怀孕满九个月的孕妇确诊者等四类 而除此之外 都新增了一例中症的患者 是本国籍的六十多岁男性 他没有施打过疫苗 已经在使用瑞德西为治疗了 而因为疫情升温的关系 但是五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 还没有疫苗可以施打 所以指挥官程人中也表示 除莫德纳还有辉瑞儿童疫苗 都已经送审 预估这几天会召开专家会议来讨论 国内新冠本土疫情再创历史新高 十四号新增八百七十四例本土病例 分布在全台十九县市 其中以新北市新增三百六十例最多 其次是台北市一百六十四例 桃園市八十七例 基隆市六十例 高雄市四十二例 指挥官程世忠表示 Omicron病毒潜伏期短 未来将采重点式疫调 希望大家都有自主应变能力 鼓励民众下载台湾社交距离APP强化科技疫调 另外也新增一例中症患者为本国级六十多岁男性 本身有慢性精神病史没有接种过疫苗 已经使用瑞德西韦治疗中病况稳定 目前国内轻症无症状比率百分之九十九点六六 本土疫情升温国内十八岁以下 累计共有一千六百零四例 确诊 儿童病例中没有重症 也没有死亡 不过有意识认为 依照美国儿童染疫死亡率来推估 儿童致死率是万分之一 如果国内累计上万名病例 就可能有十多位儿童因此死亡 儿童打疫苗是力大于弊 陈时中表示 莫德纳跟辉瑞儿童疫苗都已经送食药署审查中 预计这几天就会召开专家会议讨论 此外 指挥中心也宣布 即日起调整确诊患者轻重症分流收治 包括医院只收治中重症患者 七十岁以上高龄者 血液透析及怀孕三十六周以上妇女 加强版集中检疫所或防疫旅馆 可以收治七十岁以下确诊者 生活可以自理或有陪同照顾者 而为了让房间可以有效运用 家人同住者可以多人一室 收治在加强版集中检疫所或是防疫旅馆 如果居住县市以及启动居家照护 也可以回家居家照护 记者 老师 蒋东翔 特报导 我是得冼的